因为买的话你有钱也可以买 或者是你懂不懂也都可以买 但是浓不浓成功 我觉得最大的因素是在这种整合 不过这里我还是要强调 你一定是买你懂的 也就是说纵使你现在没有做 可是你对这个产业非常深入 跟长的时间的追踪 你对产业非常了解的 你对这一个技术和技术的趋势 你也清楚的 只是你现在欠缺 或者策略蓝图上不足 所以因此我们本身是对产业要了解的 第二就是 好在买下一个公司的时候 那么人是最重要的 人跟组织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一定要先形成共事 也就是说把人 大家都能够同心其力 这个时候才做各种的要求跟改革 你不要一买下 就第一个速度 你就很快的就是 就在收检组织或做什么 这样的速度太快 没有达到人和 或者你没有对企业过去为什么成功 过去为什么失败 你没有充分的了解以后 你马上做 那这样有不一定是能够做得最好 那另外第二个情形就是说 那我们买下公司以后 那其实就是 我们要能够建立 就是利用这一个并购 本身企业跟买下来企业 其实我会把它建立很好的平台 也就是说采购的平台 行销的平台 谢谢大家